这个变态竟藏在海绵店里偷窥远处的女孩 就在她看得正嗨时 金发美女突然开始助跑 起跳 完美落地 这一脚让店子里的男人差点疼死过去 可这样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发狗头 让变态直接去世 就在十分钟前 男人在偷窥时被远处的教练发现 吓得连忙缩了回去 教练缓缓靠近 但并没有揭穿男人 而是把拉链直接锁死 然后大喊集合 让女孩全部排好队 准备开始体操训练 这下可完了 男人正想逃走时 拉链却被教练动了手脚 另一边 金发女孩已经热身完毕 开启急跑冲了过去 男人差点没喘过来气 教练剑力度不够 自己带着伤亲自上针 这次完美命中的男人要害 看着都很疼 和这才刚刚开始 身后还有十几个女孩排队 男人彻底懵了 劈了老命抠出一个小孔 和女孩突然跳了过来 手指直接被踹断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 起跳 落地 男人为了不当变态 硬是一点声音都不出 而远处的教练心想 这活肯定是必死无疑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女孩 助跑 起跳 嘎吧一下 男人直接被爆头 老师也梳起大拇指 夸赞女孩 训练结束后 教练拉开拉链 而男人早已被踹得不成人形 教练也是毫不犹豫 拿起酒精 直接倒进了他的伤口 男人疼得一直抽搐 机秒钟就没了动静 最后 教练把男人和电子 全部扔进了垃圾箱里 请不吝点赞